南京军区第一集团军牟旅炮兵团是一支历史悠久的光荣团队 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 在战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 他作为贺龙元帅率领的八路军120师编制序列中的独立第一团 在近西北抗击日扣的浴血奋战中 他们英勇善战屡见其功 在著名的百团大战中 他们在同浦铁路上开展破席战 切断敌人的运输线 为百团大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这支英雄部队已经成为具有强大远程火力突击能力的摩托化炮兵部队 装备着多种新型压制火炮 来自这支部队的一批训练骨干 将组队参加多个课目的激烈角逐 他们又将会有怎样令人赞叹的表现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同志们 今天我们参加谁是中级英雄比武技赛活动 参加技赛的有六支队伍 分别是 神炮一队 神炮二队 神炮二队 猛虎一队 猛虎二队 战胜一队 战胜二队 同志们 谁是中级英雄 军事技能比武 即将展开 这次比武 对大家的单兵技能 专业技能 团结协作 将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也是一次绝好的展示 我们是英雄的部队 红军的船人 希望同志们 充分发扬 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的 优良传统 不怕困难 顽强拼搏 勇往直前 敢一胜利 振作英雄中的英雄 同志们 有没有信心 有 有 好 预祝大家取得优异的成绩 下面 首先进行第一关 战斗体能的比武技赛 比赛采取分组逃杀的形式进行 其中 申报一队 对蒙虎一队 申报二队 对战神一队 蒙虎二队 对战神二队 第一关 基础体能比拼规则 本关主要检验参赛队员的基础体能 单兵基本素质和组织协调能力 全队采用接力形式 以分组对抗 在两分三十秒时间内通过四百米渡海登岛障碍区 在三十米距离上投掷手榴弹 以命中时间为准 最后使用自动步枪射击一百米距离的胸环把 环数相加对比 每少一环延时两秒 用时最长的队被淘汰 实战意义 第一关 着眼打好战术技术基础展开高强度战斗体能训练 比赛一开始 场上就呈现出一股浓浓的拼抢气氛 要知道四百米渡海登岛障碍是参赛队员要闯过的第一道关卡 由软桥 螺旋梯 高低横路 绳网 轮胎攀台 摇摆平台 晃动横梯 组绝墙和模拟沙滩组成 四百米渡海登岛障碍 除了要考验队员们攀爬跨越的技能之外 还要检验他们抗拳运和身体平衡技能 按照这个团进行的训练改革要求 此次比赛课目除了要携带全部战斗装具 还增添了一些新的战斗技能内容 尤其是比赛采取对抗淘汰形式 第一关结束 六支参赛队就要有三支队伍被淘汰 只要第一关输给了对手 就意味着失去了继续比赛的资格 对于参赛的六支队伍来说 一开始就一个字 拼 战斗体能训练是对参赛队员身体综合素质的全面检验 尤其是在这种高度激烈的对抗赛中 胜负往往就在分秒之间 想当年 这个团的前辈们 在近西北的抗日前线 就是凭借着一股拼劲 硬是打破了日军的多路围攻 而今天的这股拼劲 依然体现在这支部队新一代船人的身上 激励着他们在比赛场上 一望无前 携带战斗鞋型装具 背上步枪手榴弹 最后还要扛上近十公斤重的教练弹 这样的体能训练方式还真是不多见 现在进入障碍区的是猛虎二队和战神二队 别看平时大家亲如兄弟 同吃同住同训练 可是到了谁输谁淘汰的关键时刻 就只剩下拼命一搏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战场上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此时此刻的对抗淘汰 也就容不得半点马虎 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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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猛虎二队 良好的开局 神炮一队和猛虎一队最后出场 在平时的训练中 这两个队所在的连就互为对手 比着干 谁也不服谁 到了今天的对抗淘汰赛的赛场 究竟录死谁手 咱们就看看参赛队员的表现吧 眼看着神炮一队与猛虎一队之间的距离是越拉越远 这样下去前景可不乐观 猛虎一队加油 猛虎一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两支参赛队基本处于齐头并进的状态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炮一队的成贤相 不愧是全军专业士官人才奖的获得者 他的最后一跑成为本队获胜的关键 接下来进行的投弹射击是战斗体能比拼的一个新内容 要求每队出一名选手 首先原地旋转十圈 而后将距离三十米的把镖投至手榴弹 只有准确投中直径一米的把圈才能继续进行比赛 如果投不中就继续投直到命中为止 在这种分秒必争的比赛当中 如果第一枚投不中 就意味着要延误很多的时间 战斗体能比拼的最后一个环节 是自动步枪实弹射击 每名射手使用五发子弹射击一百米外的胸环把 从一开始剧烈的奔跑攀爬 到转的晕晕乎乎的情况下投弹 再到凝神闭气瞄准射击 这种动静转换的难度可想而知 这种先转圈后头弹 就是要增加训练的难度和强度 不经过一番刻苦磨砺 可是很难适应这样的考验 神炮二队的李佩佳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抢时间 所以转得过猛 一下子就摔倒在地 没关系 稳稳神 在手榴弹投掷中 咱可得保证一旦命中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场紧张激烈的抢手对决 最后谁能如愿过关 还是听一听总教官的裁决吧 一场紧张激烈的抢手对决 最后谁能如愿过关 还是听一听总教官的裁决吧 第一组战神一队 用时四分十一秒 生怕二队用时五分零九秒 生怕二队淘汰 第二组猛虎二队用时四分三十八秒 战神二队用时五分三十八秒 战神二队淘汰 第三组生怕一队用时四分二十三秒 猛虎一队用时五分零六秒 猛虎一队淘汰 еж tryin三队用时五分零六空 metrosы一队用时五分零六分零六分零七 six 山玉虎 八��小浅 六分零六分零ように 全身二队用时五分零一队 lock 四分零六分零三次 崛self育末顺 三支参赛队不甘心的退场了 留下了遗憾 同时也留下了对本联战友的希望 在接下来的比拼中 你们可要加油啊 第二关 专业技能比拼 第一个科目 快速结合 一步到位 第二个科目 快速伪装 第二关 专业技能比拼规则 三支参赛队 依次蒙眼完成炮栓快速分解结合 火炮珠元快速装定 和车炮快速伪装 采用计分制 对各队完成的质量 统一评判打分 成绩最低的队被淘汰 实战意义第二关 提升火炮操作 基本技能 开展炮手 时装操作 技能比拼 开始 对于一名优秀的炮兵来说 对炮栓 进行分解结合 可以说是驾轻旧熟的基本功 固定销 附近黄 每一个小零件 早就烂熟于胸 即使在蒙眼状态 准确完成 也不成问题 而在今天的赛场上 三名高手 同场竞技 这无疑增加了 他们的心理压力 成型像现在的安装动作 可是有失水准 作为全团的技能标兵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你可不能掉链子 按照裁判说出的一连串数字 如何将其转化为 赋予火炮的射击珠源 就要看 这一摇一转了 表指加三十区 一样左零三十区 好 表指减六十一 向右零三十七 好 开始 接下来是猛虎二队上场 122榴弹炮的炮栓 是保证火炮激发的重要部件 全重有好几十公斤 谁要想在这个比赛当中 占得先机 还要靠两个人的协作配合 好 好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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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表指加41 向右052 最后上场的是战神一队 比赛的内容虽然相同 但是谁能获胜就要看临场发挥了 好 好 你们好 都说炮兵射击是差之毫厘 谬一千里 火炮能不能准确命中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看技术 而是靠手感了 装定的究竟准不准 外行看不明白 可是难逃现场裁判的法言 第二关采用的是计分制 参赛选手的每一个动作 都会被裁判记录在案 综合评判 比赛进入了一个新的场地 三支参赛队将要开始车炮快速伪装 封设伪装网 这是炮兵部队适应信息化作战环境 提高自身防御能力的重要一环 在通常情况下 车炮伪装是由一个建制战炮班 共同完成 而在今天的赛场上 八个人完成的任务 改为由四个人完成 并且还要求在大纲规定的六分钟之内完成 那么就让我们看一看 这种减员操作的情况下 三支参赛队是如何进行车炮伪装的呢 由于是减员操作 三支参赛队进行车炮伪装的顺序不太一样 一时间很难看出到底谁快谁慢 都说各队有自己的绝招 不到最后关头恐怕难分胜负 三支参赛队进行车炮伪装的车炮伪装 三支参赛队进行车炮伪装的车炮伪装 三支参赛队进行车炮伪装 八支参赛队进行车炮伪装 就像平地变魔术一样 短短五分钟 汽车大炮就隐藏于一片迷彩之中 究竟谁能顺利的闯过这一关 严格的裁判员正在对他们的伪装情况进行一丝不苟的检查评判 下面有我宣布第二关比赛结果 战胜一队得分78分 蒙古二队得分81分 三炮一队得分73分 三炮一队投探 全部都 第三关 实战背景下综合演练 科目火力快大 第三关实战技能比拼规则 两支参载队同时受领作战任务 摩托化行军25公里 克服敌小谷骚扰和障碍区后 在40分钟内进至指定射击地区 以一发炮弹对15公里距离上一组固定目标实施实弹射击 根据命中的精度 公算偏差每0.1米转换为延时10秒 用时最短者获胜 实战意义第三关 立足快速火力打击 进行摩托化开进 排除袭扰组织 快速占领阵地 实施实弹射击 中级对决是在大雨中进行 看来老天爷都想为这场比赛增加一些新的难度 牵引车拖挂着火炮向预定射击区域飞驰 为了防止两车前后跟进不变于平定速度 这次比赛允许各队自行选择道路 猛虎二队的炮车就转向了一条小路 虽然这里的路况复杂一些 但是大大缩短了行车的距离 抢占发射阵地 分分秒秒都显得那么的宝贵 前方出现了障碍 猛虎二队要在这里完成原地掉头 在这么窄的道路上 只是这辆东风牵引车想要掉头都很不容易 更不要说还拖挂着火炮了 看来猛虎二队的运动 运气不错 他们运用了一个岔路口 先把牵引车调整过来 再挂上火炮继续前行 老开 老开 秀 秀 In 战神一队此时面临着同样的情况 战神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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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挡住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失误 致使战神一队不得不重新推跑 这样做可是会掩误时间啊 1 2 2 3 4 4 3 5 5 3 5 6 驶入丛林的猛虎二队遭遇到小股敌人的欣扰 战士们立即下车展开战斗队形 交替掩护搜索前进 在这里他们必须要消灭五个突然出现的模拟把镖 交替掩护搜索后 交替掩护搜索后 任务完成后 猛虎二队继续向预定射击地域开进 战神一队进入抗击小股敌人袭扰的区域 与猛虎二队刚才采用单兵搜索的方式不同 他们三人一组交替搜索前进 这样的话可能用的时间会长一些 同样是五个目标全部命中后 战神一队的队员也是快速登车 驶向射击地域 一队的队员也是快速登车 就像这一队员是快速登车 来咱们两队员是快速登车 要是快速登车 在这里的队员是快速登车 战神二队抢先一步抵达射击地区 摘炮放裂冒着大雨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与传统的122榴弹炮开架射击的方式不同 这种新型火炮转入战斗状态 是用千斤柄底座支撑起整个炮身 两个炮轮离地 这样的射击状态比较低矮 火线高不足一米 转换便捷省力 具有很好的稳定性 这次终极对决只打一发炮弹 这才真正能够体现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特点 与我们传统的那种万炮齐名 但如雨下不同 炮兵射击更多的是要求一旦命中精确打击 两支参资队伍究竟谁能最终夺冠 就要看这一炮定乾坤 炮兵射击射击四 完成 3月25 猛虎二队率先完成射击 用时33分29秒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战神一队的表现 现代战争要求炮兵射击要进得快打得快撤得快 此次终极英雄比赛设置实弹射击环节 实际上就是对战炮般的整体作战能力进行全面检验 双击环节 细雨蒙蒙中谁都无法通视万米之外的目标 两个队谁胜谁负前方观察所向我们通报了这样的结果 猛虎二队单发覆盖目标 公算偏差2.2米 战神一队单发覆盖目标 公算偏差2.7米 经过三关紧张有序的比拼 最终的中级英雄终于产生了 下面请团长宣布获胜者名单 这次我们参赛的六支队伍 英勇顽强 团结拼搏 奋勇真仙 展现出了我们这次老红军部队的精神风貌和战斗作风 下面我宣布本期随事中级英雄获胜队是蒙古二队 他们的名字是炮长李奥蒙 辽政手杨华为炮手李华为 周少平陈忠元 吴俊杰 宣读完毕 咳俊杰 自古英雄初少年 他们是怀揣军旅梦想的00后新兵 少年强则中国强 他们是出生牛犊不怕虎的军营小白羊 面对困难他们能否战胜自我 直面挑战他们能否共动难关 敬请收看谁是终极英雄八一特别节目 为梦勇敢 精彩值得期待